好考试基本考题就DRAM跟 那一个 SRAM的差别啊主机体有两种类型一个叫RAM一个叫做ROM 然后DRAM的部分又分成两种一个叫DRAM一个叫SRAM 那上礼拜应该有跟各位解释说为什么 动态的感觉啊动态事实上比静态来的慢 好这有时候一个名词啊会让我们误解说 感觉他应该动态啊他应该会比较快才对 那动态之所以会动是因为他是漏电微小电就电慢慢慢慢会不见了 那他电不见的时候他存的资料就跟着不见 啊所以你为了维持那一个你就必须什么必须随时去充电 那个动态事实上只充电的过程啊 好速度慢价格低 主机体大量在使用那SRAM呢 SRAM因为速度比较快 速度快自然东西就怎样就贵嘛 一定是这样嘛对不对 你要嘛好你不可能要嘛又要不吃草 低行正反器组成 那不需要周期性充电 所以叫静态啊 那速度快价格高 常用于快取 包括暂存器 包括快取 一些快取啊 这个都是属于 SRAM的 范围 属于SRAM的范围 ROM的部分 这上一次有 跟各位讲 有没有啊 就举各位的 这男朋友女朋友 主要男朋友 女朋友这不可能啊 男朋友的话 什么时候是MAXRAM 就是出厂之前 之前写过一次 写过就不会再改 这个死脑筋就不会再改 P-ROM呢 P-ROM允许你去修正一次 那叫P-ROM 那OPD元件就不会卡 你只要知道MAXRAM P-ROM 1P-ROM 1都要代表 就是可以把它清除 那P代表 Programmable 又可以清除 又可以写入的 可以反复清除 写入 那有两种类型 一个是 E-P-ROM 一个叫 UV-P-ROM E-P-ROM 前面那个E是指电子式的 Electronic 就是 用 电流的方式 去把资料清除掉 UV的部分 你说老师什么叫UV 这男生大概不清楚 女生就很清楚 没错嘛 抗UV 女生的话抗UV就知道 那紫外线的部分 那用 紫外线的话来清除 质量那个叫UV 那会不会考到这么细 原则上 应该 不会 好我上一次有 跟各位反复跟各位讲 在 改成松盟来命题之后 听说啦 事实上也是 你看那题目就简单很多嘛 对不对 那简单很多 其实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一科都不能放弃 好所以你要花点时间去把 其他的 那两个科目 要把它背一背 要把它 理解 这个 要花时间 尤其是那什么电机机械 电工机械之类的 机械尝试 电机尝试 这我去看也就是 要花点时间 也许是我们是理工背景 但是 你也没学过 没学过 你就是要花时间去看 那所有花时间 其实就是从考古题着手 历届考过的 那有时候这种考试跟 像有人也讲说我们电脑尝试就拿世界二专的题目来做 但世界二专比这个难一点 在方向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世界二专会考程式设计 可是在我们的部分程式设计 基本上 不太会 考出来几率很低很低很低 好 然后 再的话flash memory 就快闪记忆体 包括我们的固态硬碟 也是用这个flash memory来做 成本低 我说flash memory 大概要记这个 成本低 飞飞花 耗电少 抗震价 成本低 不过这个低成本就很难讲 高或低很难讲 早期的 SSD的固态硬碟 会比一般的一态硬碟贵 现在基本上 差不了太多了 因为大家都跳水价 飞飞花 意思是因为做硬碟 所以资料不见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 电源关闭的时候 资料还是在 耗电比较少 这跟液态硬碟 就传统硬碟来比 抗震价是他可以拿来一直甩都没关系 为什么因为 早期的硬碟是有读写头的 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你这样一直甩的话读写头会坏掉 这个SSD 他是电路 他电路都要ROM的原理去做的 所以其实他基本上没有读写头 电流流过去自然就会记录下来 所以这个 比较 不会怕 去震动到他 那ROM跟ROM的比较 我有跟各位讲会考吗 ROM跟ROM的比较最大的部分 会比较在哪里 在这里 电源关闭 对ROM来讲 资料会怎样 资料会不见的 资料会消失 对ROM来讲 电源关闭 资料会什么 资料还在 那他有个专有名词 电源关掉之后 资料会消失 那个叫什么 叫飞花性 那电源关闭资料还在的就是什么 多加一个无飞花性 或是非 飞花性 多一个飞 这差别在这边 NVROM不会考 不要管他 因为那个 有些东西我是 懒得去删 我不会把它 弄得 很清楚 那我跟各位讲前面的 内容就稍微很快看过去就好了 你不用不用去背 你前面要花 不要说 一开始 因为 以往各位的读书习惯 一定是先把前面的内容背完 再去做后面的题目 大多数人的读书习惯 是这个样子 啊 我们 我要内容都把它读完 再做题目 啊考这种 中有考试或短期考试 刚好相反 前面内容甚至不看也没关系 后面题目先做 做完之后在前面查 在前面查 前面的内容稍微 看一下是让你说万一我要找资料 我比较好找 好不需要花花花很多时间 去把前面说这个要背 不要不用了 那个看过引过就好 引过的 贏过就好了 代理 贏过就可以了 那辅助记忆体是非非话记忆体 通常是讲磁碟 这软碟的部分 用于存放暂时不用 而且需长期保存的程式跟资料的记忆体单元 那这些辅助记忆体 包括硬碟包括软碟的部分 我要做什么动作才可以使用 格式化叫format 你把格式化三个字把它划起 硬碟要使用之前一定要先过format的 动作 可是 对各位来讲 现在大概要做format的机会很少很少很少 除了什么 随身碟会用到 万一随身碟 坏掉或怎么样 不能用的 也不能讲坏掉 就是资料 有时候读写有点问题 我就先做格式化 把它格式化掉 你要做格式化的动作 可能性会越来越少 还有各位 读书的 这个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 体能要 培养好 我讲体能要培养好 如果初试有过 复试要考体能 没错 有在练吗 没有 跑步要练 为什么 听说是要 跑高上高 那个7-8楼 6-7楼 是不是要往上跑 还有要提那个什么 灭火器 灭火器有提过吗 因为加油站有灭火器可以借吗 家里有没有 你是也在加油站上班吗 你有在加油站上班吗 加油站 我一下一下 我听说家里 我以为是 我家就是加油站了 哇 这个 是是大哥 失敬失敬 哎呀 到时候如果没工作的时候 再去你家打工好了 那那个 灭火器要准备 哎呀 有拿过吗 没有 你啊 有拿过 好 家里可以练习还是没有 借得到啦 接着到就好 磁脸的 构造 磁性材料 同心圆去排列 各位可以看到同心圆就这边一圈一圈一圈 有没有 这是一个同心圆 那马达转动加读写头去读写资料 基本上不耐震 为什么因为他有读写头 读写头是 磁性的这样子 前后伸缩 然后去读 某个区域的资料 磁性物质 那读写头你 你把他当作 如果你 到YouTube去找 唱针 以前有那个黑胶唱片 各位知道吗 对 黑胶唱片是不是 就是远远的 然后再来是不是 一根这样过来 然后前面是不是有个针 尖尖的 有没有 放上去 然后 转盘会转 他就会把那个科文读出来 那读写头就类似黑胶唱片那个 细针 那请问你为什么不耐震 如果你把黑胶唱片那个细针那个一放上去 然后去压他 压他会怎样 读写头会不会断掉 会啊 所以呢不耐震原因在这里 那早期关机的时候要用PAC的程式 那现在自动执行 读写头会 到那个停放专区把它锁定 会造成资料的损失 那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专有名词 这个一圈一圈的 这一圈一圈一圈 童心圆 那叫做 轨道嘛 那我们通常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 池轨 多个同性的组成成为池轨 池轨是 这个 各位遇到 讲到鬼 这7月份是 是鬼月嘛 上个礼拜是 小鬼 我其实不认识他啦 结果突然间就走 这我不太认识 我比较认识他女朋友 兄弟像的那一个 就比较认识 那这个池轨 TRACK 所以一圈一圈 同性圆 有外人内去编号 这编号不会卡 但是你要知道这 池列上面 这一圈一圈 这叫池轨 那每一个池轨可以去切 切成一小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切成一小部分 为什么变这样 一小部分 这一块 这叫sector 叫磁区 一圈叫磁轨 这个叫做磁区 那 B的部分 这叫磁区 C的部分 C的部分 叫地理磁区 什么叫地理磁区 所有的磁轨 同一个区域 那个叫地理磁区 但地理磁区不会卡 只会卡磁轨 磁区 这样 然后再来 磁区是 实体的最小的读写单位 可是有时候磁区太小 我希望好几个磁区把它 汇整起来当做一个读写单位 那个叫什么cluster 叫磁虫 那个叫磁虫 那如果是硬碟来讲 硬碟事实上就是很多个这样的叠片 组合起来 而且是垂直的方式组合起来 就像这个样子 这叫硬碟 很多个叠片这样组合起来 然后一区一区的 这叫什么磁柱 柱状物体吗 就这样整个垂直下来 叫磁柱 所以 后面有一个 比较的一个单位 就在这里 磁柱大于磁轨大于磁虫大于磁区 好吧 这把勾起来 那其他不用太理他了 那比较 最难的题目是要你去计算他的储存的空间 比如说他告诉你说 我是有两面 或者是告诉你说我的硬碟有两个读写头 或五个读写头 反正有五个读写头 可以读写的一面就配合一个读写头的意思 有五面或五个读写头 每一个 每一面有 80轨 每一轨有50个磁区 我随便乱讲的 每一个磁区是512个byte 那请问你这一颗硬碟或这一片磁碟片 他最大的储存空间是多少 就把它全部都盛起来 这个是比较难的 这个计算体 如果有的话 这最难的计算体 那 刚刚讲说 我们讲说这个读写的一个原理大概跟什么有关 跟什么很像 跟那个黑胶唱片很像 黑胶唱片是不是 就这样一圈一圈的 然后读写头过来 然后一个 指针这样过来 然后就转 对不对 那转的话 你要读快一点 资料要读快一点 你那个转的速度要怎样 快吗 那转速一个单位叫rpm revolution per minute 每分钟转急转 每分钟转急转 revolution per minute 这个每分钟有急转 那 转速的话 这种rpm 其实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到 什么时候你骑摩托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骑摩托车有 骑摩托车不就 通常摩托车大概是 有两个 这个 这不是眼睛 也不是猫头鹰 有两个 一个 左边那通常是时速表 对不对 右边什么 也就是转 转速表 好比如说 5000 rpm 1分钟5000转 引擎的转速 转速表 那电动 电动机车应该没有那个转速表的吧 我不晓得电动机车有没有 这个gogoro 我们没有骑过 不晓得 好 那你要知道 rpm的单位是 这一个 1分钟 这个转几圈了 那比如说6000 也就是1分钟 我转了6圈转 可以1分钟有60秒 好那一秒钟转 一转一圈有几秒 就是60除以他的什么 转的转速 这个稍微看一下就好有遇到 那个填充底的时候 7段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 硬碟的存取时间三大时间勾起来 考难的话有可能会考到这个部分 刚开始而已啊所以不用太担心 刚开始而已 再 那我们刚有谈到要练运动要练 有在练吗 没有 那个有要考体能 你知道你出事过的时候 要爬上爬下也要背着那个 扛啦也不能讲背啦 那个那个灭火器 有没有 出事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要有信心 那吃鬼早寻 sick time 可是反过来如果你平常没在练的时候 出事过你复事被刷下不是很冤吗 所以 现在 你要现在就要开始练习 反正你有 你有时间吗 应该有吧 因为还要 上课 好了 加油吧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这有点 也有点 调侃的味道 有点说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 通常我们看到小朋友 那个朋友的朋友 小孩的时候 以前 这小孩长得 长得 很可爱很有特色 如果说好看就直接讲很好看嘛 你长得很有特色代表什么意思 小孩煮肉 小孩煮肉 那还得拍不耐死的 好吧 就这样 有点无奈 sick time是这个样子 我在读写的时候 第一个 我要移动我的读写头去找我的track 找我的那个池轨 所以第一个就移动读写头时间叫sick time 池轨的找寻 池轨的找寻 那 三个时段里面最耗时的是这个sick time 再来找到一个池轨 可能他的池轨在这里 你必须 你的读写头没办法移动嘛 移动只能垂直 左右这样移动 移动到这里的时候必须 如果我要读这边资料必须这个转盘要怎样 转过来 转过来才有办法转 我又不是 变色龙 变色龙如果看到那个苍蝇蚊子飞过去的时候 那个蜥 舌头是会出去把他吃下去对不对 可是这个不行 所以你必须在这边的时候必须等 他的 东西转过来 持续转过来 那个叫rotation time 池区转过来之后 读写头移到适当的池轨 池区也转过来之后 我开始要资料传输 那个叫做transfer time 资料传输时间 就这三个时间 三个时间稍微记一下 那个不会很难 再来 固态硬碟有三种类型 一个是slc mlc 跟tlc 越单纯的 功能越强 可是 这个越耐用 速度越快 然后越耐用 但是越贵 好 所以必须 slc 会比mlc好 比tlc好 slc大于mlc大于tlc 价格也是 那价格越高 当然他的 他的什么 他的成本越高 他的数量就越少 那错误率是slc 小于mlc 小于tl 错误率我们越低越好 对不对 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好 注意哦 你是要说 你说老师你讲了好多名字 我都不懂 我没有叫你懂啊 我刚刚是不是跟一直反复跟各位讲 前面的内容 听过就好 对不对 还有你在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我们班 我们班其实人很少 就是上礼拜还只有四个人 今天又多了两个 这个班人那么少 我问你上了一半真的想打课 所以你白天工作很累了 我问你 想打课怎么办 就起来就跑到外面去运动啊 哎呀 我在上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以前在学校上课 我跟学生讲累了 睡觉啊 电脑教室很好睡觉 各位知道吗 电脑教室电脑桌嘛 对不对 这是电脑桌 啊电脑桌的话 你就把头 伸进去那个电脑桌下面是不是就暗暗的 哎呀你自己再带个眼罩带个什么 然后就 我也不会吵他们 你真的累的时候就后面 走一走 但是你甚至你要不要你如果需要的话我这边有弹力神可以见 弹力神各位知道吗 可以练什么二头肌什么肌的我就随身攜带 因为我在电脑教室我自己讲累了之后我也跑去啊 我现在是不行啊 我现在要录课程我总不能牵着这个 线然后跑到后面去嘛 就要比在医院里面吊的点滴到处跑一样也不行 好这很free的你不用去担心不要吵到别人就跑到后面会不会吵到别人 不会啊你就去啊看一边看一边看我前面表演给你看在后面还可以做运动 我丝毫不受影响你放心 那优缺点优点这刚刚有速度快耗电低无噪音抗震动 迁入式试用啊缺点啊通常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那你说老师前面有讲成本低啊 低成本是name flash 是那个那个做USB的硬碟的部分 那SSD的成本会比较高啊因为他需要还有一些其他晶片 那也写入次数的限制 这把它念一念啊 标准界面有SATA PCI Express 那 后面这个看完不管他你一般我们 电脑在买的时候啊你的速度尤其笔电 你或者说桌机也一样你要让他速度变快 其实现在最关键并不是在于CPU CPU买再好也没用 现在关键是什么 SSD硬碟 啊通常我们都放在稀槽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稀槽配一个SSD 至少256啦 最好现在大概512因为现在SSD很便宜 512G 至少 最好也不是至少最好 然后 另外 低槽的部分再配合一个1TB的 那个传统硬碟因为备份资料方便使用 那这样双硬碟 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其实电脑的performance就很不错